上一个学费学会炒卖倫和股票期权 那就要留意我们的倫卫股票期权促成班 课程有齐倫的全套详细讲解 还教你股票期权的投资模式 想学那就快点来报名啦 6月5号星期二开班 有夜晚班欢迎网上报名 资财TV 港股走势告诉你 美股方面上周五下跌75点 港股今天来说就低开了 低开41点 低开价位方面来说是今天最低点 报18,672点 之后来说就逐步向好 今天高低波幅来说不算太多 只有186点 恒指收涉报18,801点 上升88点 成交方面就减少了 只有367亿 后市方面怎样走呢 先看图表 今天的大资走势方面来说是升88点 可惜成交量不多 只有367亿 所以这里来说 你说有没有代表性呢 暂时未有 不过初步的底来说 都可以见得到 这里有个底部的状况 你说现在市向上走回 那哪里来说才是确认呢 如果真的要说大资方面 向好那边走 哪里叫确认呢 我们计算这个位 这个高位方面是21,385点 21,385点 是5月2号做的 低位方面来说 上周五 5月25号 低位方面 18,577点 我们计算这个顶和底的反弹 0.382 以高减低计算 21,385点 减15,77 为多少呢 288,08点 208 把208再乘回0.382 即是反弹幅度多少呢 1073,1073点 按照这个计算里面的反弹 即是多少呢 好 让大家看看 我们计算这个状况的幅度 好 留意到这个顶和这个底 好了 我们以0.382去计算 好 其他这些全部就不按了 好 0.382 那这些其他的数据就不按了 那么302方面这条线 我们以一个红色线去代表 那618这里来说 就变蓝色线了 好 那这里变了一个明显少少的 大家容易看 那么 计算这里 这里是0.382 那算幅度多少呢 如果算出来 等于是19650 19650点 所以你说 市况方面真的有所谓的动力 去哪里界定 是向上走 那这个幅度来说 19650就是作为一个计算 那算0.382的一个反弹目标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我们讲一下一些大户的大行的报告 今天提及到这个税银方面 那税银提及到一只股票 叫709 那这个叫做Jordano 那他就说这个销售方面放缓 目标下调到6.51 那这个股票来说 留意一下 去结果阶段来说 都很急的 那条平均线来说 向下走的 都没有到一个所谓的 向上欧的状况 那所以这条走势方面来说 是比较弱势的 那你说这个支持如何 会不会有支持位 这里应该见不到支持位 有机会会跌破这个位 那所以再下去来说 落到多少岛呢 去到这个范围 好 这里 那就是大概围买多少岛 5.3 5.4之间 那所以要买这个股票来说 的朋友 可以硬设少先 不用这么早的 可能有机会还有一些便宜格 见得到的 那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提醒大家 今晚来说是美国假期 美国的一个阵亡仗势紀念日 今天就没有美市 所以你见今天港股 为什么成家这么少 可能基于美国假期的原因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